这什么情况呀 又有人搬运我的视频了 今天下午有一个网友私信我 他说在YouTuber上刷到我的视频了 就是油管上 问我是不是本人发布的 然后我去上那个YouTuber上搜了一下 北标成学创业 还真是啊 名字和头像全是我的 下面的发的所有视频都是我的视频 我截图让你们看一下啊 我就纳闷了 我也不是什么网红呀 视频播放量也不高呀 粉丝也不多呀 你搬运我的视频干嘛呀 真是服了啊 其实呢 在去年就出现会有人搬运我的内容啊 当时在国内的某平台上 我直接举报了 最后我平台直接给他删除了 但是这次在国外的YouTuber上 这怎么搞呢 我是没什么办法啊 大家又知道怎么办的吧 知道朋友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啊 让我学一学习 感谢了 说实话啊 如果你搬运我一两团视频的话 那就算了啊 好家伙 你直接在YouTuber上 复制了我一个账号 头像名字全用我的 账号下面的所有视频都是我的 你这也太狠了吧 最烦这种了啊 拿到我的视频去国外面这个网站上 赚美元去了 我还有一点办法没有 你说尴尬不 有些人啊 他为了赚钱啊 真是不惜一切代价啊 连脸都不要了 说到这里啊 我突然想起来了 以前啊 也有一个粉丝就是给我分享过一个视频啊 说这条视频中有超级我的内容 我一看还真是啊 那条视频是说是我当时我给发生到我身边的事啊 是我跟客户的事 结果呢 一个程序员在他自己的账号也发布了一条视频 他说的整个事件跟我的完全一样 而且跟我说话的语气都一样 这明显是把我的视频的字幕然后导出来了 他按照我的字幕又说了一遍 看完我就生气了啊 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怎么跑你那了 本来啊 我一看他是程序员啊 也是跟我是同行 就是可能还有点什么好感呢 我当时跟他说话还是稍微挺客气的 我专门就私信他啊 以后尽量别抄袭我的内容了 你把这条视频下架吧 结果呢 他没回复我 后来啊 这事我就忘了啊 也没太放在心上 结果呢 五六天以后 既然我也上到这条视频了 然后瞬间哄网三丈 给他私信 竟然没搭理我 一气之下就决定举报他 就是举报他抄袭 然后提交我相关的资料 证据啊什么的 所以说啊 对待这种人啊 绝对不动太仁慈了 你越仁慈 他越得罪进尺 善良啊 仁慈啊 他是一个人就是该有的品质啊 做人要善良 这老话说的好吗 做人要善良 但是退让 他是有先祖的 不是无底下的人耐啊 不能让人拽了你的空子 千万别被某些人 利用了你的善良 好吗 好吗